好 最後一點時間我們來談一下 這個人他登上了微博的熱搜 他是這個小林同學林荺儒 因為他在法蘭克福的冠軍賽 立刻中國的名將馬龍 好 當然這個馬龍他雖然已經35歲了 但是他畢竟其實排名還是比林荺儒前面 但是馬龍就說 林荺儒給我們造成很大的壓力 那現在陸媒比較緊張了 他們認為說其他國家 沒有能夠創造如此強悍的成績 因此他們特別提到了 看來明年的巴黎奧運會 真的要小心了 國際男子桌球的狼真的來了 好 主要就是因為呢 現在大家都覺得說 長期以來桌球不是應該是 中國大陸的強項嗎 但是現在有了這個林荺儒 另外呢是不是還有包含 培養很多新秀 所以他們才會比較緊張 我想問一下介大師 林荺儒這次在亞運 他就拿了冠軍 對 他是打雙打嘛 事實上他從小就在打這個乒乓球 而且他這個人我觀察到 他是一個很好的桌球運動員的個性 他話不多 很沉穩很沉穩 而且脾氣看起來是一個很溫和很沉穩的人 所以像桌球這種 事實上除了要很靈巧技術以外 這個頭腦的冷靜 然後呢在壓力下他能夠怎麼講 能夠化解壓力的能力 我覺得跟他的這個 跟他的性格有關 所以我覺得他的年紀來講 我想林荺儒的時代 剛剛開始 這是他要感謝他的老師 他年紀比較輕 他非常小 個子非常小 他這次打雙打 那麼能夠脫穎而出 就已經有非常多的實力 那他的國際比賽今天也非常豐富 他代表我們中華隊在世界征戰 那是有計畫的培養 不是一個這種 而且我覺得他在他的老師 這個是有計畫的培養之下 那麼再加上天分加努力 我覺得林荺儒的時代 可能已經快要到來了 這倒不是說 這個運動員 有的時候就是要本身的條件天賦 那有的如果沒有足夠的天賦條件 再努力也做不到 那他是天賦條件再加努力 所以我覺得 他在我們台灣的桌球界來講的話 他是未來的台灣之光 他已經是台灣之光了 所以大陸 我覺得大陸很精準的 已經看到他是 但是中國大陸可能將來 甚至在籃子彈打上 桌球彈打上 可能最強定的一個挑戰 中國大陸為什麼會那麼緊張 是不是中國他也有說 想要繼續載制國際桌球的話 還需要更高統治力的球員 他就是 你看他這個人 你看這張照片就是他通常的表情 表情非常輕鬆 他沒有自己那種像有一些 把自己逼得很大的壓力 給自己很大心理壓力 我覺得他是一個主動若輕的 個性上 我關注一個運動員 我常看到他的性格上的特徵 我覺得以他的年紀 然後他的那種性格特徵 然後他的技巧的累積跟訓練的 嚴格訓練下來就要累積了 他這個三個條件加起來 所以我覺得他的時代要來了 我覺得他的林明如主掌世界桌壇的時代要來了 那大陸給他這個評價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符合他實質的條件 所以他們也很清楚 林明如的時代快來了 好當然這個林明如其實 除了技巧之外 年紀也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大家加入我們的討論 記得要幫我按讚喔 好 我們來看到 另外有個消息傳出來 其實在2012年 這個摩根集團有去訪問華為 但是呢 任正非沒有露面 外界就說他其實拒絕了一個3兆美元 但是呢 為什麼沒有露面呢 主要他覺得說別人是要來投資他的 好 那也有人在分析說 如果當時他有接受這個投資的話 那可能就會更抑制華為的發展 好 另外華為的新機種 這個是11月8號 NOVA11 SE全面開售 另外呢 網路盛傳 另外一個新機呢 NOVA12 Pro也亮相了 當然也是鴻蒙4.0的系統作證 同時華為的官方商城 現在推出一個90天的預約申購 主要是因為這個MAT60系列大缺貨 而且呢 預估這個缺貨潮 還會一直持續到春節之前 他當然華為這一波來勢洶洶 而且他顯然是計畫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他不是只是丟出一個產品來 他是一系列整個所有的產品全部都出來 對 那顯然就是要強勢回歸 那當然對華為來講其實 我們很多人在乎的是說 哇 他是不是能夠跟蘋果爭輸贏啊 他的手機是不是效能能夠 趕上蘋果甚至超越蘋果 可是我覺得華為從來就不是這樣想 好 華為其實要做的是一個整體性的東西 他不是只想賣你一個手機 或者賣你一支錶 不是這樣 他是要賣你整個系統 所以他現在就是在整個系統一直在往前推 然後他未來就是希望 等於說你生活中用的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華為 我覺得他是有這樣的一個企圖心 在往這個方向去操作 那任正非這個人我一直覺得他蠻特別的 就是他跟一般的老闆不太一樣 因為一般老闆好像 就是想的怎麼樣賺錢 怎麼樣讓自己獲利更多 怎麼樣讓自己的產業版圖更擴大 可是我覺得任正非就是 他好像並不是這麼樣想 比如說你說華為到現在 根本連上市都沒上市 他用這麼奇特的方式 因為一般都會覺得說 我上市才能夠收集更多資金 才能夠去做發展 可是他顯然不是這樣 然後他讓自己整個企業 是所有的員工大家一起共享 然後甚至他們用輪值的 這樣的方式來去經營 所以他很多做法跟思維 都跟一般的企業家不太一樣 那對他來講好像賺錢 並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好像是要怎麼樣能夠 讓他的產業真正提升 讓華為能夠闖出一個新的空間 我覺得這才是任正非 不斷在考慮的事情 所以你會發覺華為他現在 一步一步的在各個方面 都推出他新的這些科技產品 然後他要的也不是說 只是單一一個成功 我的手機賣得好 或者我的東西賣得好 而是整個大家一起全部結合在一起 我認為華為的企圖心是很強 也就是他要創造的是一個世界 而不是一個產業而已 所以我個人覺得當然 他這樣做也會面臨到非常大的風險 比如說他不上市的話 他的資金來源就可能會有問題 他資金來源可能不是那麼充沛 然後他一下子做了這麼多東西 如果方向錯其實也會很慘 因為他一次都做一整個系統的方向 如果他整個發展不順利遇到瓶頸 他可能就會整個掛掉 而且不會像比如說你一支手機失敗了 我下次換個型號就上了 可是他這個如果失敗 是整個系統全部完蛋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在做非常大的賭注 但他的腳步抓得很穩 然後一步一步這樣去走 我覺得他是真的蠻特別的一個企業 賓哥這個智能車的部分 其實現在有人說他定位就是要超越 特斯拉的Model S 另外其實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鴻蒙智行 就是希望在這個操作系統在車領域當中 最重要的載具就是鴻蒙座艙 所以換句話說他們是很有步驟的 包含手機也是 不只是高端低端手機他們也要做 對啊 因為你想想看嘛 特斯拉他畢竟只是一個賣車子 電動車雖然他賣得很好 可是華為不是只賣你車子而已 因為你想想看 你去買了他這S7 就變成你整台車上東西 他又用的是鴻蒙系統 變成他可以跟你的平板結合 跟你的手機結合 跟你生活中很多3C產品全部結合在一起 那你會這樣買人 你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家裡以後大概所有東西都會變塌 幾乎就是這樣 因為這樣最方便 這一定是往這個方向發展 所以我覺得他看起來 他好像是在跨界跟特斯拉競爭 其實完全不是這樣 應該說是他最終的目的是要讓 人類生活的版圖中不能沒有華為 你走到哪裡都是必須要應用到華為的東西 他格局更大 對格局遠遠比特斯拉單純只是一個汽車要大太多 好接下來請任老師來幫我們講 你剛好特別提到你想要搭一下這個C919 11月3號 這是929啦 929號 11月3號中國商飛副總經理 他現在已經有透露C929的飛機 已經進入詳細設計了 當然現在鎖定的是波音767為勁底 好大陸自主設計建造的首架遠程寬體客機 預計2030年要進行首飛 大家都很驚嘆中國速度 因為C919日前取證交付 而且現在訂單數也超過千架 緊接著C929飛機也進入詳細設計了 我覺得這件消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 它裡面包含了三方面的意義 首先的話整個高科技的運用當中 莫過於航空事業所生產的商業化 這不是戰鬥機 這個是客機 所以它這個商業化的過程當中的話 它的安全要求是極其高的 而且的話就是在整個試飛的過程當中 要上萬個鐘頭 讓人家才有感覺 我們現在的話 我剛剛跟大使在聊一下說 我們兩個都很想 所以我說C919對不對 從上海飛到成都去 但是因為感覺上 你就完全沒有那種恐懼的感覺 貴一點也無所謂 反正要常常看都是中國自己做的飛機 這第一點的話就是說 商業化的航空事業是非常不容易的 目前為止的話 就是說只有這個Airbus跟波音 那這ABC現在已經湊全了 就是中國的C919開始 第二點的話這個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這是一個非常一本萬利的生意 因為你一做的話它是獨門的 這種基本上是等於壟斷的事業 因為它這個商業化的過程這麼難 你想想看波音橫行霸道多久了 那Airbus出來的話 是基於歐洲跟美國的關係 能夠有一杯跟的分 那你現在中國憑什麼 這個飛行政已經耽誤它多久的時間 對不對 然後對它來講的話 只有不斷地持續努力加強設施 為什麼我說很想做呢 因為它一定要弄出來非常迷人的地方 這性價比較非常好 對不對 又好又便宜 這樣大家才願意買它做它 所以說這個第二點的話 就是也非常不容易 然後第三點的話我覺得 這個C919還沒做到 C929的消息就出來了 這個919跟929的差別的話 是航行的程度 對於幅度遠距離的差別 那你基本上原來的話 你是從上海做到程度 你現在從上海可以飛到洛杉磯了 是這種情況下 所以它在對標的時候 也是針對於比較長的距離 那麼這樣子的話就是說它本身的發展 我覺得剛剛順便提到華為也好 或是說是比亞迪也好 或是說是中國C919 因為這些企業它的本身涵蓋的範圍 都極其廣泛 大家的話就是說有這幾種企業的話 會讓所有的民生生產工業生產 大家都能夠分到一杯羹 就是說不怕人家制裁了 不怕人家圍堵了 讓打開市場還是對人家一種好處 像禁博會一樣 如果觀賞市場自己能夠生產的話 這個其實也是有辦法自力更生的 我覺得坐大型飛機坦白講 原來在十年前我認為都是個夢 根本就覺得夢 因為開玩笑誰敢做啊 對不對這個想法 現在我們搶著做還做不到 所以說大家就慢慢可以了解到 這個中國的科技的發展 是有長遠的規劃 非常了解自己的實力 那這個講起來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